身穿挺賀錦麗的愛心T恤 黑寡婦史嘉蕾 喬韓森 號召超級英雄們出動了 鋼鐵人和美國隊長 經典鬥嘴 攜手 浩克 幻視 黑豹示威隊長等人 聲援賀錦麗 但好萊塢不止他們 影視樂團天王天后力推怕的 就是川普再次入主白宮 因為看看最新他的言論 威斯康辛州造勢 不只說暖化市場騙局 又批對手愚蠢智商低 但這還沒結束 川普近期激進仇恨詞彙 升級最誇張的恐怕是這幾句 說想拿槍對準共和黨 倒戈的麗茲前妮 只因他痛罵自己暴君 賀錦麗撿到槍趁機開栓 賀錦麗警告川普的威脅性 不少人擔心選後政治清算或暴動 但選前已經出現亂象 佛州奧蘭多萬聖傑 遇上十七歲槍手朝人群 開槍八死兩傷目睹民眾全嚇壞 政府緊急頒布一週的宵禁令 禁止清晨一點到五點出門 華盛頓州也驚傳槍響 加上之前燒毀票軌事件 國民警衛隊待命備戰 防止選舉期間又有突發狀況 TVB的新聞報導 C Vacs c Vacs C Vacs 法 C Vacs C Vacs C Vacs D Neck C Vacs C Vacs